今天来做一个爆火的网红饮品 豆乳奶茶 先来打一杯豆浆 准备30克黄豆放入豆浆机内 加入适量的清水给它打成豆浆 如果你家里没有豆浆机的话 那就去市场上买现成的 再来搓一个小园子 40克糯米粉加入10克白糖 边到温水边用筷子搅拌 最后给它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再给它搓成一个大概8克左右的小园子 如果你不想自己搓这种小园子 也可以买现成的汤圆 水开后倒入锅内给它煮熟 大概煮个6-7分钟 等小园子慢慢地漂浮起来 捞出来放在凉水里边过凉 把打好的豆浆倒入锅内 再加入150克的纯牛奶 放10克白糖6克红茶 开小火慢慢地给它煮沸 这个不需要煮太长了 大概煮个3-4分钟吧 把茶叶的香味煮出来 再给它过滤一下把里边的茶叶渣给滤出来 再来做一个奶盖 30克软化的奶油奶酪用铲子压一下 没有也可以不用放 加入10克白糖再倒入100克淡奶油 用手动打蛋器使劲地给它搅拌 搅拌到它的状态像浓稠的酸奶一样 把刚才熬好的豆乳奶茶倒入杯子内 上面再放一点奶盖 再把煮好的小园子穿起来放上面 最后筛一些熟的黄豆粉 我之前出过黄豆粉的做法 可以往前找一找 豆乳奶茶就做好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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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